又网住了一个兽王 牛头是被吹起来 但是部队还是有非常多 兽王在接一个网 剑圣还在这里砍 还有空吗 空着这个剑圣啊 经典游戏永不过时 大家好 我是雪银 欢迎继续回到我 魔兽争霸3的频道 今天依旧是斗逼杯的比赛 由彩色来迎战的是Focus 这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目前的比分是彩色1比0领先 地图是来到了LR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呢 是现在图库里面仅有的 对暗夜来说还不错 使用吹风的一张地图 所以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 彩色惠风使用吹风 但吹风的问题是在于 它对暗夜的选手 操作要求非常的高 而且对于你的运营 你的兵种配备 你英雄里面有没有无敌 你的蓝量 这一切的要求都很高 吹风的操作难度和使用难度 要比女猎手 我觉得大了大概两到三个档次 因为女猎手的这个操作 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的点 就是双方的一个首发 兽族这边的话 大概率还是会用一个剑圣 Focus还是比较喜欢用剑圣来打暗夜的 有些兽族会选择用先知 骚扰一下等等 但是Focus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先知的 还是比较喜欢剑圣的 令神是比较偏向于先知 这样的一个首发的 彩色的话呢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它这个地图床的首发 因为它的首发会取决于 和关乎它将用什么样的战术 好 这边可以看到的话 是一个剑圣的首发 那么还是跟我们参加一样 那来看彩色这边的话 果然是一个恶魔猎手 所以它就是吹风 这一定是一个吹风 你发DH你只能打一个吹风 那这句的话 我们就来期待一下 彩色的吹风的使用怎么样了 我个人还是打一个问号 可以看到苦工先过来探路 那么这个探路点呢 就来确认一下你的首发英雄 这边可以看到 你发的是一个恶魔猎手 那么已经心知肚明了 知道你是一个吹风流 戒指第一个宝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边也是偷了一个月井 是卡了一个人口之后 可以报了以后呢 是选择身份 这个是暗夜比较喜欢的一个操作 也是一个小技巧吧 剑圣也是出来打宝 这边第一个点是给的一个头环 那是相当的不错 苦工看到了恶魔猎手第二个点位 但是被网住了 那这个的话 因为自己可以奶 所以电子还是比较慢 直接给了一发抽 但是呢 还是打的比较慢 不过这个点是可以收掉 叠去到一个两级 打了一组眼睛 是相当不错的宝物 因为现在的地图都比较小 小地图上面 眼睛的发挥的价值 要比大地图来的大很多 剑圣 继续打宝 投点 但是吹风的尴尬点在于 他前中段的一个时候 因为只有恶魔猎手 他是没有办法练几的 这边是想抢怪 但是没有能够成功 剑圣的话 还是把这个怪给收掉了 再过来抽一下 嗯 大鸡被网住 这边想打一打 但是打的有点慢 剑圣的话 再买了一个头环 和买了一个粉 差不多你就可以走了 你看这个恶魔猎手 这就是一个吹风流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前期没有办法练几 他只有等兽王出来以后 才有一个timing点可以去练几 而且迭去也不敢走远 因为吹风流是很靠运营的 他不能让这个时候健身过来 什么杀点小精灵啊 这种东西 如果你中间一段时间断木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打一个吹风的 AC又被抓了一个 这确实没有任何的办法 这是吹风流前期比较弱势的一个点 但是吹风流的一个好处是在于呢 他对英雄等级的依赖 不像别的战术这么高 所以如果你这个英雄等级 稍微落下一点的话 也是能够接受的 这边的话抽一下 可以把这个药膏给打断 大技也可以摸一下 不过算了 反正也是一个满血 刚插眼的时候 是被focus听到了 所以他直接扫了一把粉 把这个眼给拔掉 这是一个好消息 魔术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技能 是一个全地图的一个生肖 眼就是一个 吹风布也是一个 再长 我还在同个点吗 不考虑换一个点吗 这边就是在斗智斗勇 focus说的话 你又放了一个 我猜不是同一个点位 focus还有一把粉 看怎么撒 哦在这里撒了一把粉 没有撒到 哎呦心机啊 这个小魔一赏 彩色赢了 这边想打一个大技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 兽王买了出来 那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 应该是想把focus的兵 先驱赶一下 因为兽王有了以后 树也比亚也爬了过来 所以他是想把这个点给炼掉 先勾了一组小鱼人 给了一个网 剑圣 他的想激活的点是哪一个呢 嗯 这绕了一圈吗 不打吗 哦 想等鱼人野怪先动手 然后再来 但这里已经被抽空了 不能疾风布了 所以你要小心啊 而且即便进入 别人是有眼睛的 家里面二发 老牛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终于练了一组小野怪 这个就是吹风流的一个苦逼的地方 家里面是双风树 三本也是在生 这一组点终于可以练了 吹风流就是这一点问题 前期你真的憋屈到不能出门 出门也只能在家旁边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练机 还要来防别人的骚扰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Focus 这是一高人胆大 直接开练你的一个实验室 所以说你有什么办法呢 彩色表示我不能忍啊 这是我家门口的一个点位啊 还有个五级的蓝胖啊 这个点的话 打到了一个雪石赶紧走 牛头也过来了 跌下去过来 这边以后直接一个加速 这一波已经很赚了 这个点头的 走走走走走走 赶紧走 这个树树树 赶紧转移仇恨 好的 没有爆 兽王打了一个抗魔 这个宝物其实很一般 所以可以直接卖掉 因为兽族不靠魔法爆发的 兽族都是普攻 所以的话 这个东西打王林很好用 打兽族就没有什么用 买掉 把这个钱换成兵力 哇 这里彩色可能想开炼 这个商店 狼旗看在眼里 你看这个暗夜双英雄 一个狼旗都没有什么办法 但你狼旗不要太冒进 这个怪是会放网的 果然 哎呀 Focus这里 他的兵是在后面了 但是狼旗有点太冒进 这边雪亏一个狼旗啊 这个真的有点亏 这是他第一个狼旗啊 白牛 狼旗还是在造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比较熟悉的一个兽族的一个战术 家里面的话 暗夜是在升一个大师级的吹风 哇 这边是想抢惯 但是感谢你帮Focus练几 牛头的话 现在是两级 健身现在是一个三级 这波彩色可能又亏了 虽然是把健身蓝量给抽掉 但是你还是打不过这个健身啊 这里这个健身还想追 似乎还想追一个AC 再一刀 喝了一个月景 那就走吧 如果你AC也配合月景的话 那这个怪我就让给你了 牛头 开战前 如果牛头到达一个三级 这个局我觉得 这个Focus不难打 因为前期这个局啊 可以说彩色毫无优势 甚至劣势还有点大 并且他也没有炼掉什么大点 你看这局因为是个吹风 这个点都是Focus收的 这里还要再收个七级的黑点 三英雄是已经齐了 这边苦工拉过来 这里是看到了 Focus可能要从后面过来包抄 这一波彩色可能不太好打 这里的话 直接是打了一个火焰风 一直接过来 老牛这个波 波的还不错 可惜是个一级波 鸟的表示不是很伤 第一时间是把老牛给吹起来 第一时间先集火一个鸟的 但这一波 我觉得彩色阵型非常糟糕 又要死一个鸟的 先把这个Tinker的房子也给拆掉 这一波彩色怎么可能打得过 这是在人家的一个主场 这是有点想多了吧 接着再吹起来 老牛这里到三 有个两级的波 开玩笑又是一个波 哇彩色是节节败退 这里想秒一个牛 别人的主场还没就有商店 你想真的是确实有点多 这在做白日梦吧 这边又是想驱散一下 再杀一个鸟的 兽王直接是卡在里面的 这里赶紧走吧 再不走你要没了点个Tinker Tinker可能还是要交代 哇这里没有想集火这个Tinker吗 哎哟Tinker居然没有死 那这波勉强也不太能接受啊 再把这个实验室 残根剩饭给收掉 这个点已经没有蓝胖了 也没有道具了 但是有一点点经验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 敌人去打了一个重身 不过你重身又能怎么样呢 这个对局啊 主要是鸟的能不能控制住 对面的英雄 但是这个对局的情况点 就在于鸟的 他的这个攻击力实在是有限 而且现在因为兽足 是有这个什么 是二本水泥洞的 就你鸟的打后期 会越打越疲软 如果你正面 没有任何优势的话 现在不要说有没有优势 现在是劣势巨大 又是一个黑胖点 要被focus收掉 这是真的绝望 而且健身这个火焰风衣啊 一直晋升 一直烧你 这个鸟得根本烧不起 所以团战的时候 只有永远控住健身 那么这个点怎么破呢 健身买一个无敌 就可以了 老牛买一个无敌 上来你想控我的话 我直接点一个无敌 直接过来冲击波 这个局如果暗夜能 配备两本以上的群补 也许还能打 因为这个鸟得 根本受不了 两个冲击波的 这是个两极的波 直接压过来了 毫不管你 健身说 我需要什么无敌 我大无敌 果然 我需要什么无敌 我的意思是小无敌 我有个大无敌啊 精灵也过来 这边是想抱一下 但直接是第一时间被网住 这里是有精灵龙 先过来拨一下 精灵全死 这里的话抽一下牛 把牛先吹起来 先控住 这个位置对暗夜还不错 因为这个路口有点窄 竟然直接顶了无敌过来砍 直接再一个吹 且战且退 因为这个路口太窄了 受阻不太好冲的 但这个迭去血量有点低 直接网住Tinker 这边想集火 这个Tinker Tinker在吃一个血瓶 估计是要倒了 Tinker第一时间倒下 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 又网住了一个兽王 牛头是被吹起来 但是部队还是有非常多 兽王再接一个网 剑胜还在这里砍 还有空吗 控住这个剑胜啊 感觉好像控不住 兽王现在往后拉 哇这个兽王真是一刀一刀 到被砍死了 再控住个剑胜 往后拉 现在是剑胜牛头都在天上 但是怎么办 你控住有什么用 人家血量还是很健康 再驱一下 剑胜线还是有很健康的血 老牛说我跟你评A啊 你来啊 你跟我单挑啊 这里的话想打这个恶魔猎手 有没有网呢 给上一个金银龙在后方 又把剑胜给扣了起来 这里的话老牛是升级 又网住了恶魔猎手 再看一下 再跟一个网 老牛过来再评A 来激活 这个恶魔猎手前面就是有约锦 让我喝喝喝喝锦水 一刀直接带走 我的天啊 这局 所以还是KOG女猎吧